接上集 这三百万拆迁款呢 妈好不犹豫的全部都给你 但是有一个要求 你要答应我才行 那你说是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就是我给你的这个钱 你一分钱都不能给你哥哥 如果你要是给了他钱 就是对我和你爸爸最大的不孝 妈 其实按照老家的风俗 这些钱应该全部都是我哥哥 即便是我哥哥对你不好 没有尽到孝心 那总要给我哥哥留一份吧 不能给肯定不能给他 一分都不给他 我没有他那样不孝的儿子和儿媳妇 我在你家住了三年多 你哥哥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这充分说明他心里根本没有我 他心里只有他媳妇和他丈母娘 我养这个儿子倒不如养一条狗 你把狗养大 狗还知道中成年 你说我还要这样的儿子干什么 女儿 你答应我 妈只有这一个要求 你一定要做到 妈 我知道了 你消消气 我听你的话就是了 很好 这才是我的好女儿啊 三年以来 儿子对妈妈不闻不问 从不关心 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这让妈妈非常伤心 女儿也知道 哥哥嫂子对妈妈的不孝 所以他听妈妈的话 这里三百万拆迁 还一分都没给哥哥 又过了三个月 这天儿子突然给妈妈打了电话 妈 你儿媳妇和你大孙子都想你了 他们让我把你从老家 接过来住一段时间 要不你收拾收拾 我这就过去接你 我没有在老家 我现在年龄大了 不想换地方了 从我这里走了以后 你没回老家 你现在在哪里呢 你想让我回老家吗 你想把我这把老骨头 冻死在老家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在你妹妹和妹夫家里 在这里住了三年了 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 一对善良的好夫妻 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 非常孝顺 今天怎么太阳 从西边出来了 怎么想起 你还有一个妈妈呢 这是三年来 你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我 没什么事我就挂了 有时间你还是多关心 关心你丈母娘吧 我妹妹毕竟是嫁出去的姑娘 应该在儿子家住才是啊 你还麻烦我妹妹干嘛呀 妈 你等着 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 我是你儿子 应该由我给你养老才是 你妹和你妹夫 从来没说过我麻烦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麻烦 你就不用过来了 养老的事也不劳你费心了 你妹妹答应给我养老了 我以后哪里都不去 就在你妹妹家 妈 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和你儿媳妇的气 上次的事情确实是我和你儿媳妇做的不对 你就原谅儿子一次吧 就给我一次改过自新洗心革面的机会好吧 妈 你放心 如果你到了我家来住 我和你儿媳妇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再说了 你大孙子确实想你了 他想马上见到你 还是让我接你回家吧 你不要说了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你再提以前的事情 又让我伤心一次 而且你这么大人了 撒谎都不会撒 说我大孙子想我了 他都不认识我 他又怎么会想我呢 简直是胡说八道 就这样吧 我知道你也挺忙的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去忙你的工作吧 不用管我了 在你妹妹这生活的挺好 你也不必牵挂我 我年龄大了 不能经在到你那 再让我受委屈了 妈 你既然不想过来 那就在我妹妹家住吧 其实我这次找你是想问一下拆迁款的事 我听说咱家的老房子拆迁了 三百万赔偿款已经下来了 这是真的吗 是啊 这个事情是真的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事情呢 妈 我可是你亲生儿子 老房子拆迁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下呢 拆迁的是我的老房子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拆迁款三百万现在在哪里 你打算怎么分这个钱 我明确告诉你 三百万拆迁款就在我手里 我打算全部都给你妹妹和妹夫 妈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拆迁款应该全部给我才是 你怎么有脸说出这话的 上次到你家去 我就带着这三百万拆迁款去的 本来想把这个钱全部留给你的 但是我去了之后 发现你日子过得挺红货 根本不差这点钱 妈 你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 你儿子现在非常缺钱 我和你儿媳妇都是普普通通上班族 每个月除了房贷车贷 也根本存不下什么钱 你整天那么忙 连和忙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挣不到钱吗 那只能说明你没有好好工作 你还是继续努力吧 妈 你把这三百万拆迁款全部都给我吧 儿子求求你了 以后让儿子为你养老送终 你真是个不孝之子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你眼里只有钱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妈 竟然说出把三百万全部都给你的混账话 你觉得你配吗 你觉得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钱我不会给你的 你也不要为我养老送终了 你就为你丈母娘养老送终好了 妈 你儿媳妇也知道这笔款 她让我一定要拿到这笔钱 否则就会和我离婚 你就体谅体谅我吧 离婚就离婚 像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电话那头的儿媳妇听到婆婆这么说 顿时火冒三丈 你这个老太婆拆迁款不给儿子 非要给你女儿 你这是什么道理 宁可让我们离婚 你也不肯给钱 你的心真够狠的 幸亏当时把你从我们家哄走了 就是让你在我们家住 你也不会给我们这笔钱的 你真是越老越糊涂 简直白活这么大年龄 你儿子也真没用 连这点钱都要不回来 我一定要和他离婚 你们离不离婚和我没有关系 我也不再关心 希望你们能够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 妈 难道你真的希望我妻离子散吗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那三百万拆迁款 你这个还是不给 你就死心吧 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你就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我会全部都留给你妹妹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 那你就别怪我当儿子的不客气了 我现在就请律师起诉你 我发誓 一定要把这三百万拆迁款拿到手 然后再和你断绝母子关系 和我妹妹断绝兄妹关系 我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逆子 你简直就是我们家的败类耻辱 我不跟你扯那么多 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最后儿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法院判决儿子要给母亲养老费 每个月三千元 大家觉得这位母亲的做法对吗 评论区聊聊